接着我们再来看来自奥克兰国际机场的一则资讯 新西兰奥克兰国际机场边境检疫人员 日前查出了一名入京奥克兰的华人携带了大量的肉类食品 而且没有申报 结果他被拒绝入境 这名华人入京奥克兰时边境检疫工作人员检查了他的行李 并盘问他是否带有近带的物品 他一再否认他没有带相关生物安全问题的物品 结果他的行李被艾布斯光扫描后 工作人员发现他的行李当中藏有像鱼牛肉鸭子鸡以及鱼籽等物品 而他当被询问时他才承认他自己没有申报这些物品 因为不想被没收 新西兰的入境法就规定肉类食品是不能进入新西兰境内的 因为这类食品可能会给本地的农业和野生动物带来危害 在这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华人朋友 您在入境的时候一定要进行物品申报 如果您听见物会的话 我们不过都不得改变 请许多静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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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许多静谈